這遊戲大躍進 也連雨戲都進化這時刻了什麼 欸 對啊 我也不曉得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呢 怎麼會這樣 也連雨都進來 我死了 從一隻遊戲變成無雙遊戲也是很妙 你醒了 欸 有死仙女教母欸 仙女教母怎麼感覺好像沒有變 神仙教母 真高興看到你 二代R12跟R18 好像 好像沒有欸 這個我就不曉得了欸 這個我就不曉得了 我應該已經被處死了 請問這裡是哪裡 是地獄嗎 喔 喔 不是的 這裡是世界樹的中心 妖精神殿喔 確實仙杜蕾拉已經死了沒錯 但靈魂能到達這裡的話 已經不能用偶然來形容 這是你的命運 還是證明啊 原來如此 看來我是真的死了 怎麼二代只有R18 真是對不起 好不容易得到神仙教母的幫忙 但最後還是沒有逃出地牢 不 你做得很好喔 畢竟本來就不是要你從地牢裡逃出來 而是為了逃出那個因為過於自責而被困在幸福的 幻覺的你的自己 故而讓你想起全部的罪過 並讓你接受並相應的懲罰 這些都是必然的 但是 目前還有一個重大的問題 等著我們去解決呢 所以仙杜蕾拉不能就這麼死掉 咦 重大的問題是 暗殺國王的 並不是仙杜蕾拉 而是王子 對吧 王子一定在密謀著危險的計畫 仙杜蕾拉是 唯一的目擊者的話 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 請再一次回到人間界 想辦法讓這個事實公諸於世吧 咦 回到人間界嗎 當然可以啊 但是有個試煉 做好覺悟吧 蛤 是什麼樣的試煉呢 心裡還沒有做好準備呢 唉唷 不是金斧頭與銀斧頭的概念嗎 很像金斧頭與銀斧頭的概念 1 2 3 復活好簡單 還有押韻耶 這裡有金斧頭五斜 白銀五斜 白銀五斜和玻璃五斜 你自己選一個吧 如果是仙杜蕾拉的話 我想一定不會選錯的 金斧頭五斜 好棒棒 請給我這個 不對不對不對 這補課不是在逛街好嗎 麻煩認真一點好嗎 欸 可以再選一次嗎 那麼仔細看的話 白銀五斜也蠻好看的 欸 沒想到這孩子會選錯兩次 這孩子沒問題嗎 那個 仙杜蕾拉 請念一下這個 請 給我玻璃五斜 那個 那個臉 那個臉好 好厭世啊 仙杜蕾拉的臉 好厭世啊 太好了 試煉結束 恭喜你 真不愧是仙杜蕾拉 呃 總覺得誰都可以過關的樣子 這孩子是笨蛋了 天然單 謝謝你 謝謝你 怎麼配合我 其實那是逗你玩的 請別介意 事實上 女神聖器會自己挑選自己的主人 然而 被這個聖器選中的人 真是仙杜蕾拉 被選中 欸 容我介紹這是名為純真的聖器 平一點 這樣復活就沒問題了 呃 沒什麼實感耶 嗨 潘朗拉 今天沒有欸嚕ら 要玩什麼手遊才能湊到教母 到底會是什麼衣服呢 好期待喔 可以的話 希望像是公主禮服那般華麗呢 哎呦 要變身囉 要變身囉 聖益的聖啊 不是聖益啦 神聖的聖 神聖的聖 哎呦 喔 波拉的姐姐喔 這個不是辨師 只是另外一位啊 她叫凡妮莎 Oh my god 超強啊 是援軍啊 這樣我岂不是身陷危機之中了嗎 真是好可怕啊 反尼莎 敵人 消滅 暴走著魔導人偶似乎無法用言語溝通呢 真是困擾 乾脆用大魔法一次解決掉吧 噢 噢 噢 Oh my god 這樣糟了 被包圍了 為什麼 為什麼 噴 噴 裝啊 怎麼變成這樣 怎麼有本本 話說 我並不是想要抱怨收到的禮物 但是 這是 這是什麼衣服啊 已經是破破爛爛的 噢 Oh my god 噢這個 哇 這衣服怎麼回事啊 才不是呢 這可是時尚好嗎 請好好珍惜 這衣服喔 散亂瑞啦 那麼至少幫我解開手銬好嗎 那就沒辦法 這重型手銬是受詛咒的 一旦被靠上 上銬之後 鑰匙孔便會立即消失的詛咒手銬 太詭異了吧 這套我可以 冷靜點 欸 你不要跑去COSE這套耶 冷靜點 你個DLY 我希望不要在IG看到你COSE這套 冷靜點喔 而且這個詛咒強盜到 能無法 能無效化所有魔法呢 怎麼看久還不錯 咦 就連魔法也無法解開這副手銬嗎 看這種手銬哪裡買我要買 你買來想幹什麼想幹什麼 叫警察喔 怎麼你剛心中這麼想冷靜點 冷靜一點 是的 在習慣之前就忍著點吧 雖然無法解開這副手銬 那應該可以變換其他的 居宿外型 要 要試試嗎 你定做 玩意想幹嘛 想幹嘛 穿給大家看嗎 蛤 太可憐了吧 怎麼這麼可憐 別沮喪一定有什麼辦法 可以解開的 我們一起尋找如何解開這手銬的方法 話說為什麼只有神仙教母是2D利惠呢 終於 終於被提出來了 被提出來了 而且畫風也太精緻了吧 這是 這是大人的秘密喔 充滿迷的女人是不是很有魅力呢 其實我只是想給女朋友穿 但我忘了我沒有女朋友哭 原來是想給左手穿啊 喔 原來如此 感謝7點的host 作者自己吐槽 呃 這麼說 我也好 好想要有漂亮的利惠喔 想都別想 你可是主角呢 好吧 那麼 現在要去哪裡好呢 首先 先打他一下 真實之境的下落吧 這是能重現過去發生過的場景傳說等級的魔道具 能得到那個道具的話 就能證明仙杜瑞拉 並非魔殺國王的兇手了 那仙杜瑞拉的拉是不是寫錯字啊 那真是太好了 魔法道具真是便利啊 真是很遺憾的是 那面鏡子已經濕穿多年 不知去向 偷偷解開胸罩 幹什麼 幹什麼 那該如何是好呢 聽說大魔導士 梵妮莎就住在這附近 傳言大魔導士梵妮莎收集各式各樣的魔導具 或許他知道真實之境的下落也說不定 大魔導士梵妮莎 就是那個有名的 就是那個 魔導人偶的創始者超有名的大魔導士梵妮莎 是的 但因為數年前一起 魔導人偶暴走事件被國王流放至今 總之 先向大魔導士梵妮莎打聽情報吧 哎呀 那邊好像發生什麼事了 嗨嗨 猜餃子 猜餃子 怎麼後果更嚴重 那邊好像有人有麻煩我們去幫忙吧 也好 快點習慣這個新的力量也好 也好 喔 好喔 我會好好記住的 基本的攻擊 A跟B兩種 這一劍 按下K 喔 好好好 X跟Y OK 過來 過來 哈哈哈哈 嘿嘿嘿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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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喔 殘存體力 對我用收把玩 本級上升HB 讚喔 歸零時人物就會陷入戰鬥 不能狀態 還有耐久度耶 受到傷害耐久度就會下降 耐久度為0 這次的灰姑娘還要守護她的真操啊 在沒有衣服狀態下戰鬥只要受到傷害 OMG 敵方也有相同的規則光說不戀 哦 直接來體驗一下 好 再來 讚喔 扯 穿著盔獎的敵人 我來 oh my god 太痛 太痛了吧 哇塞 Oh my god 哇塞 Oh my god 等等等等 啊還有大招耶 啊啊啊啊啊啊 這什麼啊 這什麼這好煩躁 從動腦遊戲變成動作遊戲 作者到底中間磕了什麼 到底磕了什麼我也想知道 Oh e Oh 欸給10分太少了啦 要給100分 給100分 衣服被破壞後奧義的力量會變成兩倍 當奧義 量表完全積滿時L鍵可以發動奧義 啊就是我剛剛那個奧義啊 奧義非常強大的攻擊 也可以用在 破壞難以破壞的盔甲身上 過程中是無敵狀態 喔讚喔 來來來 讚喔讚喔 唉唷讚喔 讚喔 讚喔 回避 喔喔可以回避 怎麼辦 不會不會 我跟你講這次這個遊戲 序號很多 只要阿楓你來等一定可以的 我相信你可以的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有危險是 即可使用回避來中斷自己的動作 並避開危險 我這次這邊有21組序號 我就不相信你抽不到 回避過程中 全程無敵狀態 好好使用的話 甚至可以無傷取得勝利 來練習一下吧 再練習一下吧 回避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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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Σ 喔好讚喔 喔 1米8 只有1米8嗎 最後是防禦 抵擋來自前方的攻擊 防禦仍然可以移動 喔 破壞力是平常的3倍 最後的練習 好 好好 唉唷這個 唉唷欸 總覺得好像閃避比較快 讚咯 破了破了 嗨1萬1 讚咯 讚咯 都迴避了還有需要防禦嗎 噢 盡快 好 謝謝會加油的 噢噢噢 噢我們直接 直接好不好 就直接來了 神奇可惜了 讚咯 讚咯 噢 太讚了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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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我可以過了吧 走走走 這個金幣為什麼要吃這個金幣 金幣是 啊我知道一定是拿來買衣服用的 嗨 嗨 嗨 好喔 啊 哦 呦呦唷 哦 呦呦 我剛剛被攻擊了 我想調一下視角 沒有攻速箭 我想調一下視角 喔 好 要繼續走 這時候仙杜瑞拉要一直穿成這樣很害羞欸 這太害羞了吧 衣服 對啊 我以為衣服可以穿回去欸 喔 喔 喔這個腿 喔這個腿 唉唷 這個腿很厲害喔 得救了真是太感謝了 我是凡妮莎 凡妮莎 是發明各種魔導劇的大魔導師凡妮莎姐姐大人嗎 是沒錯啦 只不過現在只是被流放的罪人罷了 那時候凡妮莎的臉 那個臉好像 剛剛被享受完的臉 種古世界故事會有手槍 這個 這個 這個不好說啊 不好說 凡妮莎站站 你比較喜歡凡妮莎那套 為什麼要用假名 監督妮莎你怎麼要用假名 幹什麼 請多指教蕾拉小姐 你的腿肌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這 不會啦 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啊 欸 那是手銬嗎 為什麼蕾拉 會被手銬綁著呢 難不成你是 啊不是的 那個 這手銬是 就是 那個就是 難不成 你是那個傳說中的 舞者 為了追求腿技的極致 刻意封住自己雙手的舞者 這個 呃 凡妮莎你 呃這個 怎麼辦 不知道從哪裡開始吐槽 欸 還以為要穿幫了 啊那個 我看起來很像嗎 真是不敢當了 啊 先不提這個了 凡妮莎姐姐為什麼會被魔導人偶襲擊呢 魔導人偶不都是凡妮莎姐姐大人所製作的魔導劇嗎 魔導人偶確實是我所製作的 沒錯 但是 如今的魔導人偶已經是擁有自我意識的魔法生物囉 欸 憑著自我的意識動起來這樣 凡妮莎姐姐真是太強大了 不 一開始的時候 魔導人偶是沒有自我意識的 他們只是為了幫助人類工作 而利用魔法驅動的人偶罷 但是有一天 魔導人偶皮諾丘騙走了我的選者之時 在那之後 魔導人偶便開始有了自己的意識 這是 這故事是 小木偶的故事嗎 這該不會是小木偶的故事吧 這次還有 這次還有再加 加讓 加進去其他的童話故事 但我聽說魔導人偶如果說謊的話 鼻子會變長 跑到另外一個童話故事啊 欸不要難過不要難過 這個 再 再三十發就會中了 再三十發 捲毛加油 捲毛加油 再三十發 你一定行的 如果真是這樣的話 應該 很難騙到人類吧 那是我下的詛咒 自從那件事情以來 為了不再被魔導人偶所欺騙 所下的詛咒 我最討厭說謊的小孩咯 原來如此我知道 那麼這會不會是魔導人偶們襲擊凡妮莎姐姐的原因呢 這不可能 當然是即使魔導人偶有著這樣的詛咒 卻也一直和人類和平的 欸平和的相處著 為何現在才反抗這樣的詛咒呢 既然魔導人偶是凡妮莎姐姐所製作的 不如先把所有魔導人偶關掉如何 這個嘛 有點不妥餒 魔導人偶在各種方面幫著人類做事 與其說是仆人 更像是家人這樣的存在 再說 賢者之死的魔力影響之下 擁有自我意識的魔導人偶 已非我所能操控的 幫妮莎閣下 救命啊 我比較在意的是 兩位可不可以快點把衣服穿上 這裡是我的魔導具商店 為了下次戰鬥準備 請隨意使用 還好有衣服嗎 有衣服嗎 好的 那麼暫時打擾了 凡妮莎姐姐 哇 喔這個 喔好先進啊 存一下 哇塞 太大了吧 什麼大在幹什麼啊 太誇張了吧 這個還能調耶 這麼大到底在幹嘛 看不懂 看不懂 太扯了吧 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 調到底 太大了啦 這 這 這已經超過西瓜了吧 這麼大在幹什麼 很 重耶 很重耶 太大了吧 唉唷 他現在只有55塊 喔還可以換髮型啊 喔 讚喔 讚喔 喜歡哪一套啊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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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也還讚 唉唷 國王的心意 凡妮莎 應該都要用買的吧 這個在幹什麼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什麼 誰可以跟我解釋一下 這個能理解 阿這個 這個是怎樣 這套是什麼東西阿 太糟糕了吧 還有這個 好就這樣了 就這樣了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讓前面他這麼晃 這個這麼晃 到底在幹什麼 到底在幹什麼 你想看國王的心意 神作先加入願望清單 What 國王的心意是什麼東西阿 他有解鎖衣服還可以獲得加成 他有解鎖衣服還可以獲得加成 中口了吧 太中口了吧 太中口了吧 喔還有難 喔還有分難度喔 他還是要解釋 他要解釋一下 他要解釋一下 我們一關一關來 我們來 嗨 W7 我們來吧 不被認同的戀人 走吧 喔 喔 他開大囉 這招真的很好用欸 我喜歡 香吉士 原來是香吉士啊 什麼前面風景真棒啊 哈比 好吃 喔 打得好 我爽度好 這個節奏真的跟前一代比差好多喔 真的這遊戲真奇的 難得別報應 對啊 二代就變無雙了 喔 作者發生了什麼事 唉唷 原色夫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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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中間開了我的台 是因為我的關係嗎 散亂的關係嗎 阿瑪 快住手 等一下 他不是壞人 他是我男朋友 阿瑪 我會想辦法讓他冷靜下來 請不要再傷害他了 拜託你 欸 是不是什麼地方弄錯 那東西可是魔導人偶 那邊很危險 那邊很危險 快點讓開 愛馬居然 居然把人偶當成自己的男友 這個 不要 我死也不讓開 就算是魔導人偶 也是我男朋友 請不要傷害他 喔這個 這個 哇這個 這個要聊天室的人 情何以堪 一個大爭妹 居然把 把人偶當成自己的男朋友 危險 快逃 啊 之前就知道 愛馬喜歡約瑟夫 即使如此也沒法為他們做些什麼 不 愛馬就這樣去了 欸他就這樣去欸 他就這樣去 什麼 諸王歇喜沒有男朋友 不要這樣嘛 人家愛馬都去了 希望他們 兩人安 安享的在此地場面 不 愛馬 这太荒唐 人类和魔导人偶交往这种事 能得到幸福吗 这种事谁知道呢 最好是坏 是好是坏 未必能定论 但是如果魔导人偶拥有自我意识的话 我想跟人类是一样 是这样吗 但是 总不能放任这些暴走的魔导人偶 这样太危险 真不知该如何是好呢 果然还是得把暴走的原因调查个水落石出不可 确实是这样 真的不想再看到这样的悲剧了 我也是这么觉得 话说 多亏雷拉的帮忙 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洋葱小本本 这个 有洋葱的本本是 是被NTR吗 还是 不然怎么有洋葱 我好害怕 有什么想要的东西 尽管说 能力所及之处一定是全力帮忙的 其实我是想调查一件事才来这里的 前阵子有个女孩杀了国王的事件 白妮莎姐姐是否有听说呢 啊 那就是事情 虽然也只是听说 有个叫做仙杜瑞拉的女孩杀了国王之后被处死了 但老实说 再怎么想 一个小女孩怎么可能杀得了国王 哎哟哎哟 从判决结果来看 甚至连 合理的杀人动机都没有的话 实在非常可疑呢 如果我说 是王子杀了国王这样的推论 白妮莎姐姐觉得如何呢 哇 雷拉是很擅长推论的女孩呢 但王子杀了自己的父亲有什么好处呢 这整件事总觉得哪里怪怪 让我不得不在意呢 总觉得非得查个水落石出不可 雷拉真像个侦探 话说回来 虽然细节是不太清楚 但确实在那个事件发生之后 就接二连三地发生魔导人偶的暴走事件 像是有谁在操控者一样 所以想像凡妮莎姐姐请教有关真实之境的情报 只要有这个道具的话一定能了解些什么 你问对了 那可惜 目前这个镜子不在我这里哦 高价出售了呢 虽然是冰雪之城的领祖女王爱玲的宝物哦 目前是冰雪之城的领祖女王爱玲的宝物哦 了解了 谢谢你告诉我 我这就去一趟冰雪之城 小本本在讲人类跟机器人的爱情 哇 好纵口 我觉得好纵口啊 顺便认得那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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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車啦 沒車 而且我不是你 你師父啊 歡迎來到了冰雪之城 剛才戰鬥多虧你的幫忙 非常感謝 陣王沒事就太好了 我的名字叫做蕾拉 蕾拉的踢技真是神乎奇蹟 太精彩了 蕾拉隔下 什麼師父 不是啊 你真的認錯人了 雪人大大你認錯了 不會 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怎麼問可能有點失利 但蕾拉的雙手 被人用 用手銬鎖著 難道說是 只要有心 車子無所不在 不 不 我沒有那個心啊 怎麼前面真棒 啊 這是那個 該怎麼說呢 難道說是 傳說中為了追求其智的腿跡 而致人雙手的 而致風雙手的傳說及舞者 又來又一個 又是另外一位誤會了 怎麼大家都誤會了 聽說這舞者總是不求回報的樂於幫助任何有困難的人啊 有 有 有 我後面再看看啊 我再幫你看看 風雲看太多 欸 真有字號人物嗎 角色的設定似乎也增加啦 啊 那個 我看起來很像嗎 這這 不敢當 為了報答蕾拉的恩情 有什麼想說的請儘管說 能力鎖及之初 怎麼會呢 怎麼會呢 前陣子在大魔島寺 梵妮莎的住所 也有被 抱走的魔島人偶攻擊呢 這什麼奇怪的思考回路 這 這怎麼回事 這些魔島人偶不都是梵妮莎女士所製作的嗎 是的 我們也是抱著同樣的疑惑 但是因為線索太少 才來這裡見女王真實之境遺憂 一代不是死了嗎 怎麼二代活著 喔 就 就多虧了 多虧了仙女教母 幫覆幫覆 然後 卻也在此地遇上暴走的魔島人偶攻擊 這遊戲的遊戲腦迴路請起我真的沒辦法跟上 啊 那 那妳妳的腦 腦迴路要再更清晰一點 不然 不然妳會一直跟不上喔 這樣 應該就不是偶然能解釋通的 請務必借真實之境一用 雷拉 的話可以 難得遇上這麼強的武者 是否能再幫忙一件事呢 這樣死了又死死了又死死了又死嗎 欸 人家有神仙教母啊 太子 你有神仙教母的話 也可以喔 去尋找 屬於你的神仙教母吧 好的 很惹一包嗎 這什麼事呢 愛家有一個女兒名叫白雪 欸 變白雪公主了嗎 前面還是小木喔 這裡變白雪公主了 有一天 被一個魔導人偶綁架 並帶往黑暗森林裡了 白雪是我唯一的女兒 請一定要救她回來 白雪公主該不會後面會被毒死吧 好的 如妳所願我會帶白雪公主回來的 這大腿 這 不行 現在的錢還是不夠 繼續存錢 我有女娃阿姨 她會牽引命魂之術 這全世界都知道的 喔 我不知道欸 我不知道 神秘對話 神秘對話 真是好久不見阿 羅伯特阿 阿 皮諾丘 怎麼又多一個皮諾丘 皮諾丘 變很多 啊 是啊 看清楚囉 我早就變成人類了 皮諾丘 像人類 算是撒個黃什麼的鼻子也不會變長欸 如何 很棒吧 喔 不錯 魔鏡阿魔鏡請問全世界最公口的實況主是誰 當然是太子阿 這還要問嗎 還有更厲害的喔 就是身體的溫度 人類的身體是溫溫的喔 想像一下 如果能給妳的女朋友一對溫暖的擁抱 該有多好啊 對吧 人類 溫暖 不要驅我了 你的鼻子 你的鼻子 哈哈哈 而且 人變成 人類的話 要跟人類女孩結婚 就不成問題囉 羨慕吧 我想要 變人類 很好很好 有努力的目標 總是好事 其實我也有事 想找羅伯特幫忙 那麼 如果你幫我取得真實之境 我就告訴你 要怎麼變成人類吧 真實之境 入手 變成 人類 沒錯 像羅伯特這樣的戰鬥型 魔導人偶 來說肯定是輕而易舉的是 是 承諾 不殺 人類 好啦好啦 這部分就依你 不殺人就是了 怎麼有點下流 怎麼有點下流 不會啊 皮若秋還好啊 還好啊 我等戰力尚未充足 但有羅伯特這樣的戰鬥人偶的話 就沒問題了 怎麼有一種小木偶借刀殺人的感覺 好猶豫 喔 喔 皮若秋法水狼 超級戀 什麼類 為什麼要抓我 我是無辜的 很好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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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哦 哎唷 哎唷 oh my god 被破裝 被破裝啊 喔 欸對 帶血 二代就不用動腦了 我被暴力啦 我被暴力啦 不小心的 不小心的好嗎 我是那種故意 讓自己被破裝的人嗎 怎麼騙 該買二代了 噢 喔喔喔喔喔 欸 喔喔喔喔 喔他在幹嘛 哎唷 欸他有刑具欸 為什麼他可以長刑具啊 我可以把 把你踢上刑具嗎 喔喔喔 我想把他踢上刑具 哎唷 我踢不上去 不行 歐馬射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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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想看 啊好可惜喔 不能把他弄上刑具